老天要收回你的福气 会有两种暗示 要多留心眼了 人人都想当有福气的人 大家都不愿意衰运缠身 而福气也并非如大家期望般 无穷无尽 它终有尽时 我们只能在上天遇事福气将近时多加小心 看是否能尽己所能让它更延长 一、突然生病 其实早有预兆 认识一位长辈 几十年来从来没生过大病 顶多就是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感冒 正因如此 抽烟喝酒等嗜好它一个也没落下 日常烟酒不离手 年初时 这位长辈突然咳嗽不止 过了几天 又离奇好转 他便没有将此放在心上 谁知不过短短三个月 他再次出现相同症状 千言半个月都丝毫未好转 再到医院去检查 已经是肺癌晚期 民间有个不成文的说法 经常有些小病小痛的人 反而基本不会生大病 虽然没有科学根据 但是仔细想想 也挺有道理 假如一个人平时很好生病 是公认的有福之人 时间一长 他就会对此习以为常 甚至还会像前文的长辈那样 不重视健康 透支身体 这个时候 一旦身体出现不舒服 就一定要注意 那时身体在暗示 告诉你要收敛一些 要还是执迷不悟 继续不当回事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二 突然争吵 其实暗流涌动 看过一部韩国电影 男主高大帅气 工作稳定 每天都忙忙碌碌 很晚才回家 女主原本是男主大学同班同学 为了家庭选择当全职主妇 她的日常就是带孩子 被婆婆埋怨 和菜市场的大妈们斤斤计较 活得很累 最后某天 她实在受不了 大闹一场 男主不但不安慰 还反过来指责 她不懂得体谅在外辛苦工作的丈夫 有的人心很大 活了半辈子 一直都以为自己婚姻幸福 是个优秀的伴侣 结果突然有一天 自己的另一半在家里爆发 哭诉委屈和辛苦 她还不能理解 这种情况下 争吵看似突兀 其实家庭氛围早已暗流涌动 只不过除了受委屈的一方外 其他人很难察觉罢了 表面上看 争吵是他们的抗争 实质上也是他们在呐喊和求救 作为伴侣的 我们一定不能轻易将这个信号放过 应当第一时间向他们了解前因后果 好好加以安抚 否则说不定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此便会四分五裂 不复存在 三 多多惜福 把握当下美好 人生在世 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沾到过福气 也曾有过运气爆棚的时候 但是如何尽可能将福留在身边 让自己一直顺风顺水 却是每个人一直在追寻的问题 答案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多多惜福 在你意识到自己很幸福 日子很顺遂的时候 就不要掉以轻心 也不要白白浪费这样的时光 任期从指缝溜走 多想想带来快乐和平的是什么 尽可能避开 会给生活带来不幸的因素 只有这样 对爱人 亲朋和世界常怀感恩之心 把握当下的美好 这个瞬间 福气对于你而言 就是连绵不断 足以滋养余生 无论床多大 枕头下最好别放三样东西 不是迷信 否则要吃大亏 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我们最想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洗完澡之后 躺到床上 舒舒服服的刷绘手机 这个状态让我们感觉到无比舒适 但有些人在休息完了之后 就会把一些东西顺手塞在枕头下面 可这样的习惯是不好的 尤其是有三种东西不能轻易的放在枕头下面 否则会给自己带来不幸 不要把钱放在枕头下面 有些人很迷信 觉得只要把钱塞在枕头下面 自己在未来就会越来越富裕 整个家族也会更加兴旺发达 可是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我们不妨从其他角度考虑 钱这种东西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 是比较脏的 放在床上 尤其是枕头下面 很有可能就会让我们感染细菌 另外睡觉就应该放松心情去睡 如果我们时刻考虑枕头下的钱的话 不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导致我们无法安然入睡 再说有些家庭有孩子的 喜欢在床上嬉戏打闹 如果不小心把枕头下面的钱给撕破了 那多心疼啊 最后就是放在枕头下面 实在是安全系数太低了 为了保险起见 不如存起来 或者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不要把药品放在枕头底下 有一些有慢性病的 又或者是老年人喜欢把自己平时要吃的药塞到枕头底下 这既是为了提醒自己每天睡前吃药 也是为了拿取方便 可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有一些特殊的药是需要特殊的环境储存的 我们睡在床上是比较温暖的 尤其是冬天说不定还会开电热毯 如果把药品放在枕头下面 很有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储存条件 进而损伤他们的药效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于胶囊的药是由包装裹起来的 如果我们在睡觉过程当中 不小心把这些药的外包装弄破了 洒出来就变得不干净了 当然有一些药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吃习惯了可能还好 那躺在身边的伴侣 要是觉得闻着刺鼻该怎么办呢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床头柜上放一个小药箱 而不是把药品直接塞在枕头下面 不要把电子产品放在枕头下面 现在信息越来越发达了 感觉大家也越来越依赖手机了 睡前很多人都有刷手机的习惯 看完之后就喜欢把手机随手放在枕头底下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特意这样做的 为的就是一旦有消息 靠着手机的振动或者是响铃 可以尽快接收到 但是这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电子产品 都会有电子辐射 长期放在我们的枕边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另外 手机的辐射会让我们更加难以入睡 睡眠质量也会随之变差 有的甚至还会导致神经受损 为了避免自己的健康 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睡前 看书代替睡前刷手机 电子产品也尽量放得离我们的身体远一点 枕头是我们的睡觉必备品 而睡眠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了自己着想 以上所说的三种东西千万不要再继续放着了 一个人将来过得好不好 从手能看出来 一 眷手语 人生就像是一条曲折蜿蜒的道路 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有的人应付不了挑战 把握不好机遇 以致生活过得并不好 而有的人却总能精准地把握机会 将生活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是可以看出来的 毕书敏说 我不相信掌纹能带给我什么讯息 但是我相信手掌和手指加起来的力量能改变我的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如何 是可以通过他的手看出来的 手 他不仅承载着日常生活的重任 还反映着一个人的性格 态度和命运 二 过得不好的人 大多是因为太懒了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从手就可以看出来 过得不好的人 大多是因为太懒惰而陷入困境 懒惰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它会阻止人追求更好的生活 罗兰在《忙碌与进取》写道 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 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 是休息 是福气 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 是倦怠 是消沉 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 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 使你心胸日渐狭窄 对人生也越来越怀疑 懒惰的人 常常表现出不愿努力工作 缺乏动力和对生活的消极态度 懒得去做 便什么也做不成 日子自然好不到哪去 太懒的人 动手能力差 不灵活 不能干 从一个人的手 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水平 职业和生活方式 不愿意动手 太懒的人 总是得过且过 对自己没有过高的要求 以至于机遇来临时 也无法牢牢抓住 三 守越勤快的人 路越好走 守的状态 往往会反映出一个人的坚韧 勤奋和毅力 守越勤奋的人 越容易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 在电影《萧生克的救赎》中 安迪通过勤奋和坚韧 用自己的手工艺实现了陶育计划 最终获得了自由 勤奋的人 具有坚韧和毅力 愿意付出努力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守越勤奋的人 越能把脚下的路走宽 勤奋的人的手 会十分有力 能更精准地抓住机会 勤奋的手是工作 奋斗和坚持的象征 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给予人更好的生活 粗糙的手 可能是体力劳动者的标志 手上的伤痕和疤痕 也揭示了一个人曾经的挫折和奋斗 双手越勤快的人 才越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四 不伸手找人要钱过日子 最好命 一个独立的人 通常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 做自己的光中 赵圆圆是个独立的人 他一直相信自己的人生 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 虽说他一直想嫁入豪门 但他从不伸手找别人要钱 周佳琪也说过 他不用那么努力 他养他 但赵圆圆一直努力坚持事业 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表现 来得到周佳琪父母的认可 也正因为他的独立 他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不伸手找别人要钱 活得独立最好命 活得独立的人 不依赖于他人的施舍 而是懂得通过自己的双手 努力去奋斗 实现自己的目标 伸手找别人要钱的人 活得卑微 小心 容易失去自我 活得独立的人 会让自己的手更加强壮 愿意靠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生活的美好 五 接触于 尼尔·加玛尔说 无论命运如何 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去创造更好的未来 人生路上 从一个人的手 能看出他的命运如何 一个人的手和他的生活 存在深刻的联系 手的状态 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 态度和命运 勤奋 独立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 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要想过得好 就要努力工作 保持勤奋 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 儿媳到了中年 可以孝顺公公婆婆 但要先提四个条件 儿媳有没有义务 照顾公公婆婆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事实上 不管答案是什么 女人只要没有离婚 就要分担丈夫身上的义务 丈夫是有义务照顾父母的 作为儿媳 到了中年的时候 公公婆婆就六七十岁了 开始需要人照顾了 当公公婆婆住到自己家 或者儿媳去公公婆婆家的频率 提高了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婆媳的距离更近了 矛盾也因此升级 一边要工作 一边要照顾孩子 一边要管着老人的吃喝 送老人去就医 其中的难度 可想而知 哪能没有烦恼呢 因而 儿媳要学会讲条件 别把什么困难 都放在自己身上 这不是推卸责任 而是建立家庭的规矩 让孝道更加顺畅一些 第一个条件 公公婆婆不管年纪多大 都要爱干净 很多老人 带着一种邋遢的样子 住进了儿子家 口口声声说 我吃儿子的 儿媳管不着 经济上的事情 儿子能管 开销 也不要儿媳操心 但是一家人的家务活 儿媳总得管一管 作为公公婆婆 真要考虑到儿媳的难处 帮忙做家务 也许年纪大了 难以做到 但是自身讲究一些 还是可以的 干净的老人 才少让儿媳皱眉头 也体现了老人的好习惯 洗把脸 勤换衣服 把垃圾倒进桶里 随手冲洗马桶等 这是老人应有的自觉 尽量别麻烦儿媳 若是老人走不动了 非得麻烦儿媳 也要说句谢谢 体现心灵的干净 二 第二个条件 公公婆婆 不要多嘴 花儿媳的钱 说儿媳的丑 有的老人 一旦住进了儿子家 马上和小区里的老太太 老大爷打成一片 然后开启了唠嗑模式 东家长 西家短 什么废话都会冒出来 说得津津有味 家里的丑事 也变成了谈资 从亲情的角度看 公公婆婆习惯性互端 说儿子如何好 女儿如何美 儿媳和女婿是外人 怎么看都不顺眼 把儿媳的种种劣迹搬出来 让小区里的人都知道 儿媳觉得无地自容 也会愤怒 我的邻居刘大爷 常常去麻将馆 还说孙子不听话 就是儿媳教养不好引起的 真的没有想到 儿媳居然对教育一点都不重视 刘大爷的话 给儿媳贴了一个标签 不重视教育 儿媳再去麻将馆 闲话就不绝于耳了 从而 儿媳和公公的矛盾 就爆发了 俗话说 家丑不可外扬 公公婆婆年纪大了 需要与人聊天 但是不要张口就来 多夸夸儿媳 是应该的 人无完人 儿媳也是普通人 还是自家人 何必苛求那么多呢 三 第三个条件 公公婆婆 不要偏心 把财富留给别人 把养老的任务留给儿媳 知乎上 网友Sumble描述了 他和公公婆婆的关系 他结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住在公公婆婆家 婆婆一开始 说 我把你当闺女 可事实上 婆婆把他当佣人 他怀孕的时候 就被婆婆拉着去掰玉米 人也从拉玉米的板车上摔下来 还好有惊无险 为了滋补身体 她买了很多鸡蛋放在家里 但是婆婆煮了鸡蛋汤 大部分都给了大外甥吃 最气人的是 婆婆把家里的钱财 慢慢转移给了小姑子 很明显 婆婆的做法 引发了儿媳的种种不满 既要某个儿媳孝顺 又不能把财产给儿媳 或者儿子 平时的做法 婆婆也是偏向女儿 或者另外一个儿子 儿媳 儿媳从公公婆婆家 什么财富都没有得到 但是养老的任务 却扛在了肩膀上 换成谁 都难以接受 毕竟 孝顺是要付出劳动和时间的 也会耽误小家庭的收入的 关键是心理不平衡 虽然公公婆婆的钱财 不能滋养子女一辈子 但总能支撑一阵子 这是儿媳需要的 在财富的分配上 向某个儿媳倾斜 并且需要儿媳养老 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 第四个条件 公公婆婆还健康了 那时候 帮忙带娃 让儿媳多一些报恩的理由 自古以来 我们信奉投我以逃 报之以礼的道理 公公婆婆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退休了 时间也充裕了 还很健康 但是对带娃的事情 不闻不问 也有的公公婆婆 帮女儿带外孙 也不愿意帮忙带孙子 如果有几个兄弟的家庭 公公婆婆也会偏心某个儿子 导致其他的儿子 儿媳受到冷落 一部分孙子被遗忘 一开始 公公婆婆就应该和儿女们商议 自己以后如何养老 要在谁家养老 依靠谁 就多帮助谁 这是最好的安排 若是儿女轮流照顾公公婆婆 那么公公婆婆 也是轮流照顾孙子 外孙 不能只管某一个孙子 也可以达成一致意见 公公婆婆 尽量照顾弱势的家庭 体现好家风 虽然不公平 但是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 千万不要 带娃的事情撒手不管 孝顺的事情强加于人 五 上学时 化学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要燃烧 就得具备三个条件 可燃物 招火点 助燃物 很多的化学反应 都有附加条件 缺一不可 以此类推 人与人的交流 也需要条件 并不是无条件的互动和帮忙 只是 人的感情是有弹性的 因而交际能够上一点 下一点 但是不要突破人的忍受限度 公公婆婆要明白 儿媳进了自己家门 就是自家人 若是被当成外人 那么儿媳也会把公公婆婆当成外人 感情是双向奔赴的 最忌讳的是 公公婆婆身体很好的时候 非常强势 导致儿媳处处被碾压 当公公婆婆走不动的时候 才开始服软 依靠儿媳 似乎 这是没有远见的做法 悔不当初 记住 儿媳结婚是缘分 儿媳孝顺的情分 中年男人真爱一个人的表现 终一个都要珍惜 一 卷手雨 人生在世 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纯粹的爱 就算得到了 爱情也有可能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消融 真爱就像是雪山山顶上盛开的雪莲花 特别珍贵 人到中年还对爱情保持着一份执着和炙热 是件很难得的事情 中年男人真爱一个人的表现 中一个女人都要珍惜 二 情话不多 琐碎的生活中给予偏爱 有的男人在表达爱情的时候 不爱说情话 但会用实际行动让你感觉到他的温柔 看过一个视频 一对年纪不小的夫妻坐在公交车上 妻子困了 忍不住打盹 眼看着头就要磕在旁边的玻璃上 男人用手挡在玻璃上 并且轻轻地让妻子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把手里的外套 盖在妻子身上 并且还小心翼翼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 想让妻子睡得更安稳 到了快下车的时候 才轻声叫起来妻子 宠溺地给他整理了一下头发 两个人相视而笑 眼睛里满满的幸福感 倪宜宁在自我理由在披甲上阵中写道 能给人以安全感的 从来都不是爱 而是偏爱 真正的爱情 很多时候都是悄无声息的 若是到了中年 男人依然能察觉到你的需求 并默默为你付出 不管大事小情 都会站在你的角度考虑 让你生活能轻松一点 这便是一种偏爱 偏爱是这世间最深情的表达 三、拼命努力去赚钱 将钱交给爱人管 徒磊说 男人愿意为女人花钱 他未必爱他 但是男人一分钱都不愿意为女人花 他一定不爱他 付出真爱的男人 不会钻研如何说情话 迷惑女人的心智 也不会引导女人付出 让女人成为他人生的助力 他会努力提升自己 争取赚到更多的钱 交到妻子手里 共同去经营这个家 对妻子百分百的信任 让他管理钱 让他安心 经常叮嘱妻子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必委屈自己 男人不在乎钱 是把妻子放在了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他脚踏实地 努力工作 不会嫌弃你花钱多 只是希望自己能多赚钱 带给你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中年男人表达爱的方式 因为信任 因为深爱 所以才会毫无顾忌地 将自己的辛苦钱 交到你的手中 给予你一份安全感 给予你生活最大的底气 四 吵架 永远最笨 吵不过他 庆余年中的王启年 看似不起眼 其实武力值并不低 也是个高手 他有个特点很突出 就是怕老婆 大事小事都要先问过老婆 才敢行动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夫人生气 那必然是他先认错 外出时间久了没回家 妻子生气 被打了还一脸甜蜜 觉得这是夫人爱他的表现 甚至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必然要先逃命 理由竟是夫人还没同意 不敢死 他敢在众多富家子弟面前 坑蒙拐骗 也敢在皇室权贵身边耍心眼 其实胆子大得很 可在妻子面前 就像是老鼠见了猫 如此怕 其实是爱 是他对家庭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作家苏欣说 这世上 没有谁比谁傻 有人为你认怂 有人为你隐忍 有人无条件支持你 只是因为情深 男人在外面 对谁都一脸和气 回到家跟妻子耍威风 那是没出息的一种表现 真正宠爱妻子的男人 本事再大 在爱人面前也没了脾气 两个人之间 若是产生了矛盾 他不会与你吵架 总是会主动认错 再生气也会克制自己 不会对你发脾气 在浅浅的岁月里 只想温柔待你 容忍你的娇满与任性 让你过得快乐 自在 遇到真爱 就好好珍惜 用一生一世去爱 人到中年 女人其实要的并不多 能得到男人的真爱 过平凡的生活 也能找到很多细碎的快乐 和幸福 好的爱情 需要男人和女人一起去经营 一起去呵护彼此 不要弄丢了爱你的人 更不要伤害一颗真挚的心 这就是很多女人恐婚的原因 太真实了 近年来 恐婚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女人 因为现在的感情和婚姻 都不是很稳定 婚姻赌赢了 就是一辈子的幸福 一旦走错一步 就会错到底 如果婚姻真的能够让众多女人幸福 那么也不会有恐婚 这个说法了 所以说 好的婚姻谁不想拥有呢 地上有钱 谁不想去捡呢 至于真正让女人恐婚的原因 往往是这三点 太真实了 一 怕婆媳关系处理不好 大家都知道 婆媳关系永远是个头大的问题 有太多的幸福婚姻 都是败在了婆媳关系 有很多的婆婆 总喜欢打压儿媳 把儿媳当成外人 把自己的女儿就当成是宝贝 还喜欢干涉小两口的事 控制欲太强 喜欢管这管呢 引发各种矛盾 都说 十年 看婆十年看媳 小两口的日子 过得好不好 儿媳委屈 还是幸福 这都和婆婆脱不了关系 所以说 有太多的幸福的家庭 都败在了婆媳关系 日子越过越吃亏 因此 很多女人 也就害怕结婚了 如果嫁人 就是为了去和一个强势的婆婆生活 还不如保持单身 做爸妈的闺女 不用受罪 也不用嫁人 多好 毕竟 一个强势的婆婆 她是永远不会改的 一旦嫁过去了 就没有了自由 争吵不断 老公也未必会帮自己 这个世上 最难处的 就是婆媳关系 最不好当的 就是儿媳 归根结底 只有闺女 这个角色 最好当 二 怕自己重演 父母的婚姻 很多女人恐婚 无非就是自己的原生家庭导致的 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 父母亲总 喜欢吵架 感情不合 看到父母如此不幸的婚姻 那么长大了 自然也是会感动恐惧的 怕遇到像爸爸那样的人 也怕自己活成像妈妈一样的人 为了避免婚姻带来的不幸 所以宁愿选择单身 也不愿意结婚 毕竟在自己眼里 已经见过了婚姻最真实的样子 即便有很多婚姻是很幸福的 可是也难以去相信了 这样的女人 对婚姻是没有渴望的 潜意识里就觉得婚姻是不好的 只会选择逃避 哪怕是谈恋爱了 也不敢认真的谈 不敢和对方进一步 所以不得不说 父母的婚姻真的会影响自己的认知 父母的婚姻不幸 那么作为女儿长大了 也一定是会害怕结婚 倘若父母的婚姻是幸福的 那么女人对待结婚这件事 也会产生憧憬和渴望 而不是如此害怕恐惧 三怕对方不忠或者背叛在婚姻中 伴随着太多的背叛与欺骗 出轨等等 尤其是很多亲朋好友的婚姻 很多都存在背叛和欺骗等等 因此 这对于很多要步入婚姻的女人来说 是感到很恐惧的 毕竟很多男人是很会哄骗女人的 婚前的时候甜言蜜语 各种承诺誓言等等 婚后没多久 就立马截然不同 俗话说 对一个人好很容易 可是一直对一个人好就很难 婚后人都是会变的 爱也会消失 欺骗和背叛都是常有之事 男人可以毫无成本地对一个女人好 可是这种好 是廉价的 未必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而且还能随时说变就变 因此说 很多女人早就了解了男人的特性 他们很害怕男人婚后会变 害怕会在婚后做对不起自己的事 因为被欺骗和背叛的感受 真的很绝望 很不好受 到最后只能够泣不成声 后悔都来不及 接触于 不管婚姻这趟旅途 是幸福也好 不幸福也罢 总有那么一群女人 是恐婚的 他们面对婚姻中的各种零零碎碎 感到惶恐 害怕自己的人生 被不幸的婚姻给糟蹋了 怕嫁错了人 怕走错了路 怕结婚生子 怕得太多了 怕未来的日子只有柴米油盐 怕变成子最讨厌的那种女人 啰嗦碎碎念的妇女 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 看她的名字就知道 从一出生 我们就有自己的名字 平时看人 我们喜欢说人如其名 经学家孔颖答说 始生三月而加名 年二十 有为人父之道 朋友等类不可复乎其名 故惯而加字 可见人的名字和家庭 社交 礼仪等密不可分 细细解读名字的内涵 就会发现名字和命运的关系 也能领悟做人的道理 一 取名字 建家庭的层次 家里有孩子出生 要取义什么名字呢 七大姑 八大爷 都触动了 绞尽脑汁 在我的老家 老一辈的人喜欢用姓 加上辈分 再加一个字 组合成一个人的名字 比方说 姓朱 辈分是孝 字是清 也有一些家庭 因为父母都很强势 都希望孩子跟着自己姓 因此孩子就有了父姓 对于书香世家 取名字就真正体现了智慧 有儒雅而寓意美好的一面 比方说 光武帝刘秀的名字来源 就很特别 他出生在济阳县 是西汉皇室的后代 出生那一天 家中的房间亮堂堂的 附近村庄的道河 也丰收了黄灯灯的 一经九岁 因而 名字为秀 突出一个河 虽然刘秀成长的阶段很苦 还有一段时间 寄养在叔父刘良家 但是他一直是全家 乃至家族的希望所在 综合分析 越是无知的家庭 越喜欢庸俗的名字 取名发财 直接说明家庭很想发财 但是一直很困顿 取名福贵 体现出来是没有福贵 取名八金 七金 往往是根据孩子出生时的重量 有学识 远见的家庭 对于孩子的取名 会更加讲究 并且文字的意义更好 有古典 古训作为参考 对于一个人的名字 进行追根溯源 原生家庭的层次 就很清楚了 原生家庭 对我们的成长历程 有深远的影响 求学 金钱观 婚姻观等 都包含在内 二 叫人名 建设交的状态 卡奈基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的姓名 是他自己最熟悉 最甜美 最妙不可言的声音 在交际中最明显 最简单 最重要 最能得到好感的方法 就是记住人家的名字 和人交往的时候 你只要能迅速记住别人的名字 那么别人对你的印象会特别好 以此类推 一个人在乎的事情 东西 被你记住了 并且可以适度作为谈资 那么关系很快就会变好 二战 二战期间 有一个著名的将军 叫巴顿 他在军营里走动 遇到一个普通的通信兵 随口就叫乔治安 通信兵受宠若惊 1943年8月 巴顿带兵到突尼斯 遭遇了德军的突袭 很明显 巴顿处于劣势 支撑不了多久 身边的警卫 想尽办法呼叫救兵 发出困难的信号 关键时候 巴顿等来了约40个救兵 虽然救兵不多 但是鼓舞了大家的气势 终于顶住了德军的火力 化险为夷 等战火平息后 巴顿发现 救兵的带头人 就是乔治安 有人问乔治安 到处都是战火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救将军 乔治安回答 将军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的心底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说透彻一点 就是将军尊重了普通的士兵 士兵非常感动 也见证了一句古训 勿以善小而不为 与人交流的时候 你爱理不理 对于别人的名字 要么喊错 要么喊外号 不礼貌的行为 就是拒绝交往的信号 与人交流 你能喊名字 并且记住对方的职务 家庭里的人 开口时有笑容 就更好了 高尔基说过 所有的人毫无例外 都是为了美好的将来活着 所以 一定要尊重每个人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都有美好的一面 你的尊重 就是激发他的美好 这就是触动心灵的体现 三 提名声 见人生的发展 想尽办法读书 参加比赛 做出成绩 其根本就是 一举成名天下 把自己的名声 变得大一些 也更加正能量一些 这是愿望 也是改变命运的过程 通常 名字变得量堂堂了 命运 也就上了好几个层次 在宋朝 有一个叫李盖的读书人 在参加科考之后 在城里等待放榜 贡院里的一个小吏来报喜 说 恭喜 恭喜 但是有一个插曲 要告诉你 我在写榜单的时候 不小心把您的名字 写成了李牧记 上司见了 非常愤怒 于是我把木字刮掉了 李盖听了 惊讶地回答 我昨晚梦见自己的脚 忽然动弹不得 还隐隐作痛 原来是你在刮 因为一次别样的报喜 加上李盖很大度 名气就更大了 可惜的是 有的人 名声越来越差 因此命运 也一落千丈 东关汉记 有云 天下反复自道名字者 不可胜数 孤名钓鱼的人 为非作歹的人 盗用名字的人 他们的名气很大 但是人生很糟糕 也许有了牢狱之灾 用正确的方法去提升名气 说明你一直在努力 在某个行业里 慢慢发光 四 当然 对于名字的解读 不能百分百确定 或者否定命运 只能提供一些参考 改变我们对社会的认知 从名字去寻找人生的轨迹 也尽量让名字用得顺留 拥有好的名声 终极目标就是积善成德 积智成才 人生本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你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修成蓬勃向上的样子 那么你的命运就难以成功 人家听到了你的名字 就嗤之以鼻了 你把名字修成春天的模样 命运也会是花团紧簇 被人关爱 最好的名字 使人人说起来 肃然起敬 命苦的女人 往往这三处比较小 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谁是天生好命 上天给我们背景 自己拼的是人生 人生 其实始终都在我们自己手里 你选择什么样的路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你的命好坏 不在于别人 而在于自己 命苦的女人 往往这三处比较小 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一 心眼小 心眼小的女人 最容易患得患失 一点小事就往心里去 一点蛛丝马迹 就把他人怀疑 对感情 不确信 对自己 很迷茫 心眼小的女人 她的生活充满了鸡毛蒜皮 她啥都在意 所以 活得会很累 因为小心眼 总和人争执 所以家庭难和睦 二 格局小 格局特别小的女人 最容易钻扭脚尖 她认定的是 别人很难对她扭转 当一个女人 总是觉得 男人是天 自己就该依附对方生活 即便是受了委屈 也不离开 格局小的女人 其实普遍的现象 就是 很难自立 都是依附他人 在生活 即便被伤害 也逆来顺受 这样的习惯 很容易 把日子过成了凑合 三 智气小 智气小的女人 习惯把 碌碌无为的日子 当成平凡可贵 在她的认知里 好生活 就是有工作 即便一份工作 做了很多年 薪资不升返价 也甘之如银 智气小的女人 做什么 都畏畏缩缩 不敢去拼 害怕吃苦 也不愿意 做出改变 往往她的生活 很难靠自己 有大的发展 命 不在父母 不在伴侣 不在孩子 就把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没有天生好命 却有扭转乾坤 希望我们在前行途中 做一个心宽的人 修炼自己的格局 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 不断地去蜕变 你的生活 会因为越来越好的你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顺遂 若你三四年 才换一次手机 都在两千以内 说明了三种心理状况 一个手机号 用十年八年的 不奇怪 一台手机用几年 就奇怪了 总有一些人 更换手机 就像换衣服一样勤快 每一次换手机 都经历挑选高端手机 并且可以炫耀一番 随着时代的变迁 手机变成了 人人皆有的生活用品 如何正确使用和更换 促成了各种各样的习惯 假如你三四年 才换一次手机 都在两千以内 说明了以下几种心理状况 一 借掉虚荣心 勤俭节约 不花钱买面子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法国的资本主义盛行 一些先富起来的人 生活越来越奢靡 很多不够富有的人 也想挤进富人圈 把享乐当成人生的信条 此时 莫伯桑写了小说 项链 嘲讽那些爱慕虚荣的人 一个叫马蒂尔德的女子 丈夫是小职员 收入不高 但是她产生了虚幻的感觉 热切地渴望进入贵妇圈 为了参加贵妇们的聚会 她把存款取出来 做了晚礼服 然后从好友那里借来一串项链 在舞会上 她出尽风头 却把项链弄丢了 借来的 终究是要还的 离开舞会 她举债买了一条 一模一样的项链 还给好友 从此 她节衣缩时十年 才把负债搞清楚 再后来 她的好友说 项链是假的 诗人汪国珍在哲丝庙语中说 虚荣 很像一个起立的梦 当你在梦中的时候 仿佛拥有了许多当梦醒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什么也没有 人呢 真的不要为面子而活 当你在面子上消耗大量的钱财的时候 说明你的心灵越来越穷了 最可悲的是 你越炫耀 越会陷入道上的去 下不来的怪圈 钱花了 炫耀的事情也做了 但是面子 却很难留住 俗话说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谁是有钱人 谁不知道 在你亮出新手机之前 你的家底 亲戚朋友就知道了 搞不好 亲戚朋友在背后嘲讽你 太打脸了 几年不换手机的人 就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 是务实派的做法 面子算什么 丢掉就好了 同时你把钱包守住了 小日子比谁都踏实 以此类推 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能务实 年年有余的加风 自然就形成了 二 借掉攀比心 做好自己 不被别人的消费习惯吸引 平时 我们和身边的人比一比 发现手机的价格不同 运行的速度也不同 外表美不美 大不一样 并且你会觉得 自己的手机 总是属于慢半拍 不太好看的那种 不知不觉 你有了换手机的理由 别人的手机好看 别人的选择 是对的你自己的认知 一步一步丢失 从手机本身看 运行速度 和网速 内存 个人感官等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单纯责怪手机 肯定是不对的 外表好看 就更扯了 大不了换一个手机壳就行了 为什么连手机一把换了 再说了 手机的外表 千千万万的样子 你是不可能都比对 都用一次的 有一种心理 叫幸福在他处 看孩子 使别人家的更听话 成绩也更好 自己家的孩子 就是有九十分 也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能达满分 看夫妻关系 别人家更和谐 人家都手牵手散步 而自己的爱人 总是保持距离 看父母 就更气人了 别人家的父母 能退休 退休金好几千 自己的父母 要么不能退休 就是退休了 退休金也就一千多 造孽呢 看房子 也不对劲 人家在高端小区 记住 你永远比不过别人 因为别人不是固定的人 而是一群人 包括你所有的熟人 你就是你 一个人 顶多是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 三四个人 怎么能比过数百人呢 算了 不比了 过好自己的日子 让别人去得瑟吧 三 借掉好奇心 不敢时髦 不因多余的功能 而多花钱 看当下的广告 你会发现 人家把新款手机 吹得天花乱坠 似乎 一下子就上了七八个台阶 一些新功能 让你非常动心 你压根就没有想过 这些功能 对于你来说 是没有用的 比方说 你不专门做短视频 用像素非常好的手机 可以拍视频的手机 就没有必要了 还比方说 关于手机配置的问题 你不是专业人士 根本就搞不懂 专业术语 你也是一知半解 非常买某种配置的手机 显然是要当冤大头的 如果你几年不买手机 还会发现一个买卖套路 过几个月 所谓的新款手机 掉价很厉害 忍一忍 等一等 可以节约很多钱 有一种心理 叫延迟性满足 对于当下的情况 你不马上回应 而是给自己缓冲一下 过一阵子 新鲜感没有了 你也就不要去会回应了 农村有句骂人的话 新马桶 三日香 三天过后 马桶装了东西 木箱就消失了 也没有人赞美了 很多功能 你不会用 用不上 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 到底存在 还是不存在 说不清 四 开奔驰的 不一定是有钱人 也许是负债累累的老板 用新手机的人 不一定有面子 也许是把脸打肿了一次 认真观察 这个社会上 真正幸福的人 低调 简单 车是用来逮捕的 手机是用来联系人的 别夸大其词 别张牙舞爪 人一旦有了欲望 会很痛苦 一旦过上地狱的生活 会很舒服 潮流 此一时比一时 跟不上 也不必强跟 除了接吻 触碰女人这三个地方 女人爱你会更深 在爱情的世界里 吻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但它并非唯一 有时候 触碰女人的方式比吻 更能传递情感 更能赢得她的心 身体接触 对于爱情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身体接触是表达感情的核心 它能够增加亲密度 传递温暖 缓解压力 并建立信任 当我们与心爱的人接触时 身体会释放催产素 和多巴胺等荷尔蒙 这些荷尔蒙 能使我们感受到快乐 安全和满足 因此 要想让女人被加爱你 掌握触碰她的技巧至关重要 女人的身体是诗 是歌 是一幅画 每一个部位 都蕴含着深深的情感 接下来 我们将探讨 三个女人最渴望的触碰地方 当你掌握 如何在这三个地方触碰她时 她将对你的爱意加倍 额头额头 对于女性而言 有着如第三只眼睛般的特殊地位 她如同明镜 能够洞察你的内心世界 捕捉你的情感与想法 在额头这个神圣的领地上 隐藏着女性内心深处的秘密和渴望 当你在她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或是一抚 她将感受到 你对她的深深关怀与珍视 这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温柔与细腻 宛如阳光洒在湖面上 温暖而柔和 让人心醉神迷 在触碰她的额头时 你的眼神应充满爱意 仿佛要把她融入你的灵魂深处 这种眼神的交流 如同心灵的闪电 瞬间将你们的心灵相互连接 你的双手轻轻地俯过她的额头 这种触感就像是在抚摸一块细腻的瓷器 让她感受到你的呵护与疼爱 此刻的你们 仿佛被时间定格 在这一刹那 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 只有你们两个 以及那个深情的一吻和抚摩 你们的关系 在这个瞬间 变得更加深厚 彼此的心灵 在互相的触碰中 得到了滋养 这就是额头之纹 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魔力 它能够让你们的心灵深处的感情 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鼻子女性的鼻子 不仅仅是她面部的突出部位 它更是女性自我感知 和表达情感的重要区域 当一个男性 轻抚一个女性的鼻子时 这个微妙的触碰 不仅会让女性 感到被呵护和被珍视 而且还可以 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这种触碰方式 是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 它能让女性感受到 男性的细心 体贴和关爱 也能让女性感受到男性的眼神 微笑和温柔都只属于她一个人 这种触碰方式 更能让女性对男性产生信任感 因为这种触碰代表了男性 对她的关注和重视 这不仅能让女性感到被尊重和被理解 还能让女性愿意向男性展示自己的柔弱和需要 当女性感受到男性的关注和支持时 她会更愿意在男性的怀抱中释放情感 因为她知道她不再孤单 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陪伴着她 总的来说 当一个男性轻抚一个女性的鼻子时 这种微妙的触碰方式 能够让女性感到被爱和被呵护 同时也能够拉近两性之间的距离 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这种触碰方式 是一种无声的情感表达 让爱意在不知不觉中流淌 手背手背是女性最容易接触到的部位之一 也是非常能够接受触碰的地方 通过轻柔地抚摸她的手背 能够让女性感受到你的关爱和陪伴 这种触碰方式非常温柔 可以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 在触碰时 女性的身体会感受到你的温暖和关怀 这种触碰方式还可以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通过触碰她的手背 女性会感受到你的柔情和关爱 这种情感反应可以激发女性体内的一种愉悦感 让她变得更加温顺和依赖你 这种触碰方式还能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稳定和持久 同时这种触碰方式还能够让女性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关注 当你在触碰女性时 她的身体会感受到你的关注和尊重 这种关注和尊重可以让女性更加自信和自尊 从而激发她的情感反应 让她对你的爱意倍增 总之 通过轻柔地抚摸女性的手背 可以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稳固 同时还可以让女性感受到你的柔情 关爱 尊重和关注 这种触碰方式非常温柔 可以激发女性的情感反应 让她对你的爱意倍增 感谢观看